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年10月宜兰有名叫姓男子 骑车没有戴口罩 引起的巡逻援警注意 男查他发现说 他的驾照也被注销了 等于是无照驾驶 因此开单举发 但是执法过程当中 男子是不断叫嚣呛瞎 甚至用肉身阻挡援警 故意挑衅 当场被违反社会秩序 维护法送办 现在法院判决出炉 挨罚3000元 为他的不当行为负责 面对远警开单 男子不断叫嚣呛瞎 起因只因为自己口罩 没有佩戴完全 却不满警方上前取缔 你自己围规 你刚刚就没戴好 这样就是没戴好 越讲越激动 还故意再把口罩拉下来 完全没有反省意思 直到警方查到无照驾驶 男子干脆见晓 回头上去 所以咧 眼看狡辩威胁都没用 接下罚单后 私承好几半 转头还想骑车上路 当场被远警拦阻 双方再爆冲突 被闪开了吗 这边是路中间 绕身阻挡远警 不让通行下场 就是被压制 事发在10月初 宜兰致名料姓男子 没戴好口罩 却不配合执法 还多次挑衅 远警依赦违法 移送法办 时隔一个多月 判决出炉 法官裁定男子影响公务属实 但尚未到侮辱远警的程度 因此开罚3000元 不过目击者认为 罚则太轻 人家提醒你口罩戴好 你就骂远警 那是不是要严厉一点 衣食冲动挑战公权力 男子现在得为自己行为 付出代价 这里可以让人报道